除了這個一歌都不能少 這掉隊的歌子之外 剛才新華也講到了 的確在這次的東奧 有很多的巧思 有很多的細節 包括大家說 張藝謀實在是太懂 中國人的浪漫了 中國式的浪漫 什麼叫做中國式的浪漫 再來還有寓意 破冰的寓意 大家還記得 奧運的五環 在這次的開幕式 是怎麼出現的 它是從一塊碎 一塊冰 然後打碎了之後 出現了奧運的五環 在畫面當中 我們看到的是冰塊碎掉 但你知道嗎 那不是冰塊 那個叫做裸眼3D 就是你看起來 看起來就像眼睜睜的 冰塊碎掉 但是這些通通 都是高科技的特效 我們先過來看 這個電視場這邊 首先這個五環破冰的奧秘 奧秘等一下再來講 總之這個碎冰的表演 其實它裡面還結合了 一些航太科技 這次的北京東奧 讓大家看到的是 展現國力 展現創意 展現大陸節能減碳的決心 就從2022的這場冬奧開始 從那微光的火炬 讓大家看到了環保 從這個碎冰 讓大家看到了 大陸是如何的 把他們的航太科技 結合融合在這個體育上面 有什麼奧秘 等一下幫大家解釋 只是大家說 為何五環要從冰塊裡面破出來呢 要知道破冰 這個詞在我說中華文化裡面 破冰就有很深的意涵了 中國式的浪漫 有沒有呢 當然這個也就不用再多說了 破冰當然大家就講到 是否兩岸破冰 是否世界破冰 很多地方都可以需要破冰 展現了也有很多的和平的意涵 當然你愛怎麼看怎麼看 有的人也可以說冰碎了 你也可以心碎了 都可以 但是這次張藝謀也為大家解答了 這次的破冰 其實就有走近對方 互相理解的意涵 我們先來聽一下張藝謀他如何來回應 那麼這一次我們的展示方法 我自己覺得很酷 很現代 你比如說是一滴水墨 藍色的水墨 從高空下來 流燙 幻化 馬上成為黃河之水填上來 波濤熊日奔騰而下 讓中國人想到這一句詩 然後像國畫一樣的 鋪滿了整個場地 結冰 然後冰的中間升起一方水 這是真正的一個水利方 它是無面體的一個裝置升起來 每次都希望我來打分 有時候我拍電視也是 觀眾經常說你打多少分 你知道我作為一個創作者 我對自己其實要求是很嚴格的 我通常不會給自己打出特別高的分來 但是我要給我們的團隊 我要給昨天晚上整個開幕式的呈現 要打100分 好 其實到今天為止 張藝萌他依舊都在微博的熱搜上 因為整個冬奧今年其實特別的不一樣 因為大陸舉辦開幕式的巧思 讓大家延續這個話題燒這麼多天 以往過去幾年的冬奧 你記得哪幾屆 你記得開幕式有什麼樣的巧思嗎 至少我們其實冬奧都是有報導的 但是會讓你如此的印象深刻 好 繼續往裡面去挖那些意涵的 一場開幕式 好 這個08年的北京奧運 還有2022的北京冬奧 真的是非常難得的兩場冬奧 尤其是張藝萌有說 你知道嗎 中國人其實一向很多大導演 他們是很謙遜的 他們是很謙虛的 你問他打幾分 他很少會跟你說我要打我自己100分 他雖然想打 但是他很謙虛 他會說我打99.9分 好 就是會有留一個這個謙虛 但今年他說打了100分 好 展現了你知道嗎 這種是一種非常的有自信 而且今年的確 這個冬奧讓大家看得不一樣 很多很美的寓意在裡面 你知道嗎 全世界沒有一朵雪花是一樣的 好 科普一下 再來呢 燕山雪花如大席 什麼意思呢 雪花匯聚到了北京 一朵人類的雪花 一朵共同的雪花 這代表著冬奧冰雪 晶瑩剔透的浪漫就在其中 然後呢 他打了100分之後呢 好 等一下閉幕式 我們再來講 再來我們看到了 五環破冰這個浪漫 很多的環節細節 你看似簡單 其實都是蘊涵了很多的高科技 然後很有巧思的設計 大家形容今天這一場 2022的北京冬奧會 就像是春風如貴客 一道變繁華 讓大家看到了是溫馨 和平充滿寓意 釋放出一種活力熱情 而且簡約環保的一場奧運 首先這個所謂的中國人的浪漫 華人的浪漫 其實是一種很謙遜的 很隱晦的 很隱喻的 很隱喻的一種浪漫 因為老實說 其實華人社會對於感情 是比較婉轉的 所以透過很多寓意的方式 包含剛剛討論的和平跟的方式 包含張藝謀所這個北京的五環 破冰的這事情 老實講 大家看到剛剛畫面 有講說這個真正的水利番 包含他現在雷射光線 看起來有點像北京鳥巢 當時2008年北京奧運 最終有兩個場館 一個就是鳥巢 這個體育館 另外就是所謂的水利番 大家可能有點忘記了 主要是比在游泳等設備的 水上活動等等的 所以他等於是呼應了 他在08年這個時候 中國也很大的一個 奧運標誌性的建築物 08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是什麼一個情況 大家在討論說 他到底要和平崛起 還是大國崛起 中國在崛起的過程當中 舉辦著奧運 所以象徵他國力的一直往上升 直到現在2022的 北京的東奧之後 大家看到不管是張藝謀 對於自己的打分數 包含整個西方社會 跟其他國際社會 對於大陸的一個態度 發現大陸跟過去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實際上的確 他的國力像完全不容小規 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他不只是台灣不能小規的一個國家 包含其他西方各國 對於大陸也是對於他的判斷 對於他的整個國力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不一樣的變化 所以呈現在這一次的 北京都要開幕是 張藝謀他想要呈現破兵是什麼 他不是單純只指兩岸的破兵 的確 中國在面對跟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 包含北約等等 這些所謂的歐洲的西方國家 等等比起來 的確有一些些低檔 有一些些僵化 有一些些在溝通上面 好像不太順暢的問題 因為彼此競爭關係越來越強 所以張藝謀透過這樣子 一個運動會的一個賽事 呈現不只是中國的科技 還有我們的華人的文化 希望透過這樣子 隱喻的方式去破兵 跟所有西方國家 去建立起一個不一樣的關係 所以講到這個隱喻裡面 其實整個我們看到 奧運的哈利康姆士 他呈現的是一個國家的科技 另外呈現一個國家的文化 大家或許會注意 他其實裡面有個 他在講那個 他破兵之前 他有個24節氣 最後到什麼大喊小喊 然後立東 然後最後到最後是立春 這24個節氣 老實講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也在過這24個節氣 這個節氣是我們華人社會 東方社會 中國人社會 共有的一個文化 這是一個我們不可分割的文化 他透過這樣子文化的方式 去呈現 把這個破兵立春之後 破兵的這樣方式呈現出來 我要跟大家講是 這個文化 這兩岸彼此在共享一樣 這樣子一個 所謂華人的一個習俗跟文化 他呈現就是一個華人社會 所以我們面對很多問題 我們有共同的文化 但我們有不同的政治實體 我們要更務實的去看 回到剛剛和平哥的問題 我其實個人是希望說 大家不要過度隱喻 我個人是好天真 我真的是覺得說 有可能是這個小朋友 這個人是在排演的時候 辣隊的 然後出現在那邊 然後趕快把他拉回來 但是問題是 不管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今天他剛剛回到 剛剛柯建民助理講到說和平哥 說中國的所有事情都有特地的安排 都有特地的符號的設置 那我想要問民進黨 請問今天共軍老台 你也覺得說 攻擊每天老台 然後很多武力威脅 那今天一個和平的事情 和平哥代表和平友善的 這樣一個標誌性的一個表演 如果你們真的覺得說 他特定的指的就是台灣的話 請問當他伸出友誼的手的時候 他不一定是要統一年 他可能只是要跟你去對談而已 當他伸出這樣子友誼和善的標示的時候 為什麼民進黨你的反應 還是覺得說不行 他最後背後好恐怖 就是有可能最後要統一 兩岸統一 就是要武力統一台灣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解讀 如果今天不管是硬的表示 跟軟的表示 民進黨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看待大陸大陸的所有的舉動的話 那也難怪說兩岸之間 到底為什麼我們彼此關係 這麼緊張 這麼僵化 所以你把所有東西 都帶有色的眼睛去看 所以今天沒有談的問題 所以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08年的時候北京奧運 兩岸的關係跟台灣人 對於北京奧運的想法 跟他的態度 跟2022的北京鬥暴運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現在2022的北京鬥暴運 感覺好像是不關我們的事情 就一個臨近的國家 然後舉辦了一個冬季的奧運 然後他做什麼事情 都不關我們的事情 然後我們的選手在那邊 他去罵我們台灣出選手說 他做很多不得已的事 的確事情可以去評斷 但問題是他也是台灣人 我們不但透過這樣子的 謾罵的方式去否定 所有在中國大陸 舉辦的所有的事情 這就是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 其實如果說台灣的問題 我們要回過頭來看 你知道奧運的主軸 就是當然在競速的部分 更快更高更強之外 後來又多加了一個叫做更團結 但是在這一次的奧運 我們的選手足夠比賽 但我們真的有更加的團結嗎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這個破冰題 剛才其實張藝謀也好提到了 在今年當然除了剛才我們講到的很多 我們可能自己或者是媒體 多加上去的一些寓意之外 他已經說到了 在今年開幕式是溫暖 從容 簡約的 而且他說要講的不是我 也不是大陸也不是只有北京 他把過去歷屆的曾經舉辦過 北京東奧的元素都放在裡面了 他說要有全世界的角度跟目光 他看到的是全世界 但是請問我們的政府 現在看到的是什麼 甚至我覺得從蔡英文的臉書 還記得嗎 在去年日本東奧的 日本東京奧運的時候 蔡英文一天到晚再PO奧運文有沒有 各位 今年奇怪 蔡英文的臉書 怎麼會如此的安靜 因為主辦國家變了 主辦國家變成是 大陸北京政府 所以民進黨當然對於 現在正在舉辦的冬奧 就提不起什麼勁 那麼也不願意PO任何的文章 來帶起台灣人民對於冬奧的關注 因為當台灣人民越關心冬奧的 比賽的過程 那麼當然大家就可以看到 更多大陸現在的這些 進步發展的成果 這是民進黨始終不願意 讓大家看到的 就民進黨一直希望台灣人民 在心中所留下來的 大陸的印象 就是獨裁 專制 封閉 老舊 這是民進黨希望讓台灣人民 一直放在心中的一個既定印象 所以當然 因此他們對於這一次的 在北京東奧 他們就不會做其他方式的 這個宣傳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的 這個社群媒體的討論 讓大家帶起了這樣的一個熱潮 我要講一下剛才這個周宣 就是柯建民助理講的話 他說台灣的未來 可以說是兇險萬分 當然我們先不要管說 那隻鴿子是不是一定講台灣 假設是好了好了 他說那台灣的未來 可說兇險萬分 那這個柯建民這位助理 要不要講一下說 台灣的未來之所以這麼兇險萬分 到底是誰造成的 是台灣人民造成的嗎 干我們什麼事 2008年國民黨執政 到2016年這8年之間 台灣人民過的生活 跟我們現在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台灣人民並沒有改變 那為什麼在過去 國民黨執政那8年 兩岸可以有和平 穩定 共融 互利的發展 為什麼現在沒有了 這個責任是誰 台灣現在這麼兇險萬分 到底是誰害的 是誰造成的 是誰搞成這個樣子的 這個民進黨至少自己要檢討一下 這是你們自己搞出來的 你們捅出來的樓子 讓台灣人民要來承擔這個後果 那更妙他說 在同一時間 我們還在討論總統論文 那不討論總統論文 兩岸就不兇險了嗎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嗎 討論總統論文的真假 跟兩岸兇不兇險 這怎麼會畫上個等號關係 所以在這個時刻 我們要放下手邊所有的事情 認真地面對兩岸風險 什麼事都不要做了嗎 所以這個基本上 他就有一個很嚴重的邏輯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你看到 這一次就是說 其實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包含很多綠營的側翼 名嘴 或者是這些粉磚的KOL 始終在做一些 雞蛋裡挑骨頭的事情 就我們以前常常批評說 大陸的網路世界裡頭 很多叫做小粉紅 非常玻璃心 這一點點小事情就說辱華 一點點小事情就說這是台獨 可是事實上 當你在批評別人的時候 當我們看到這些民進黨的 這些酸民 這些網友 在批評別人的時候 批評得很大聲 可是自己卻跟這些小粉紅 其實做的是同樣的事情 所以忽然之間我就發現 台灣的社會裡頭 也有一大堆小粉綠 就這些小粉綠 刻意的要把一些小事情 無限的上綱 把一些小問題無限的放大 就用小心眼還要帶個放大鏡 然後來挑毛病 最明顯的就是 我想待會就會討論到 黃玉婷的例子 就穿了一件 他好朋友送給他的 中國隊的隊服 到底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值得讓民進黨的這些政治人物 還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醫生 全面的在網路上追殺 我也不懂到底追殺的理由是什麼 穿了一個 如果他穿的是美國隊或日本隊 你們要不要追殺 就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他又沒有投到中國隊去 他在北京東奧所得到的 每一面獎牌的榮耀 都是屬於台灣 跟屬於中華民國所有人民的 他是替我們去爭光榮的 你去管他運動的時候 練習的時候穿什麼樣的衣服 這是很無聊的事情嗎 更妙的來了 你看到網路上還有一些醫生 這醫生不好好當醫生 閒得沒事幹 去翻人家的IG 說黃玉婷在IG上打卡 說我在北京 最旁邊擺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 我說不得了了 擺了個五星旗 這十二不赦 說這個黃玉婷叫做又壞又舔 他並不笨 說他又壞又舔 我看了簡直是火冒三丈 覺得莫名其妙了 你到底會不會打卡 就你人在北京 你擺著 這國旗會擺個中華民國的國旗嗎 北京當然就是在大陸 你當然就擺個五星旗 這到底有什麼了不起 你人如果在紐約 你就擺個美國國旗 你人如果在東京 你就擺一個日本國旗 擺一個五星旗 到底是犯了什麼樣的天條 到底是犯了什麼樣的大罪 要讓這些醫生閒著沒事幹 在過年放假期間 還要有志一同的上網 來追殺黃玉婷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在這一次的 這個北京東奧的過程當中 先不講說有沒有替中華隊加油了 就完全是用小粉綠玻璃心的心態 來處理這一次的北京東奧 小的事情無限的放大 無限的上綱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 所要達成的目的 不外乎是繼續落實他們 抗中保台的這種基本的劇本 然後繼續在台灣販賣芒果乾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們對黃玉婷這種追殺 包含到我們看到先前對什麼 這個蕭敬騰 對於很多藝人的追殺 都是一樣的問題 他們打死不想讓台灣年輕人 看到真正大陸的面貌 他們也打死不想讓台灣的年輕人 瞭解中國跟台灣之間過去的 歷史淵源跟關係 所以他們會用盡一切方法 來切割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的 這條韌帶 今年冬奧真的有很多的亮點 尤其是怎麼把水變成冰 其實中國大陸今年在很多科技的方面 讓大家看到了 真的中國大陸不一樣了 尤其是從08年 當時候大家看到的水立方 就已經是非常的漂亮了 沒想到14年之後 水立方居然還可以再升級 它可以變成冰立方 當年在水立方 產生了42面的金牌 在今年在冰立方 會有三面的金牌 而這也是中國大陸 應該說全世界 全世界首座可以冰水轉換的場館 你一定很好奇吧 曾經是拿來辦奧運游泳池的這種場地 如何在冬天的時候 就讓它水變成冰 到了夏天再把冰變成水 我們帶你來揭秘 民眾穿上鞋套 站上冰面 怎麼樣都站不穩 蹲迪滑出去 想華麗丟出冰壺 現場疊的仁養馬翻 剛開始是要用助滑器開始的 那重點是要維持平衡 我來試試看 3 冰壺運動起源於16世紀的蘇格蘭 1980年代成為奧運比賽項目之一 本屆北京冬奧 除了冰壺比賽本身受關注 比賽場地也是今年的一大熱門話題 是不是有點眼熟 2008年北京奧運 標誌性場管水立方 這一回變身冰立方 成為冬奧史上 體積最大的冰壺場管 更是世界首作水冰轉換的奧運級場館 我們在這種轉換場地裡面呢 擺用的裝配式技術 可以快速的安裝與拆除 那麼可以隨時的實現場地轉換 從冰到水 從水到冰都可以轉換 轉換效力一般來說 簡單來說水立方變冰立方就是把泳池變成冰面 首先把水抽乾 接著在泳池內搭骨架 並且要確保場地能承受重量以及耐震 另外還要增加製冰系統 除此之外 如何維持也很重要 冰受陽光照射會產生融化現象 而水立方這種材料是透光性比較好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應用了一種新的技術 就是在我們的水立方的中間氣泡的空腔中間 採用了一種新的這種PVC的這種膜材進行遮光 主要的目的是使冰不能產生融化 就像窗簾一樣 同時使水立方由高溫高濕 變成低溫低濕一個環境 冰立方建築表面由大大小小的氣泡構成 在這些氣泡上使用了特殊摩材 就如同為冰壺場地掛上窗簾遮陽 防止冰面快速融化 水立方作為游泳跳水等水上運動項目的比賽場管 環境高溫高濕 變身冰立方提供冰壺比賽使用 環境必須低溫低濕 所以濕度溫度的掌控相當重要 比賽用冰不能融化 場邊觀眾又不能感受寒冷 一個賽場溫度必須分區控制 在比賽的時候賽道冰面的溫度要達到零下8.5攝氏度 而在看台上溫度要達到16到18攝氏度 溫差相差25度左右 這就需要用到我手邊的這樣一個藍色的布袋傳風系統 通過它可以源源不斷地向外輸送冷風 來確保比賽的環境不受影響 對於防疫場管從入口就區分隔離區和一般走道 這一台最新設備輸入證件號 除了查核個人資料還有健康狀況 像是疫苗打了沒 紫外線消毒機供裁判消毒大量文件 防疫工作要做到滴水不漏 這也譚若宜 綜合報導 正好我們現場有土木博士 金華 而且我覺得這個場館再更厲害的就是 你知道滑冰 因為這是冰力方它是用來比賽 像是冰湖這種項目的 所以在比賽的這個場地非常冷 但是在看台區 它有保持著另外一個溫度 讓大家不會就是你知道冷到發抖 在那邊看比賽 所以它這個溫度的調節加上它冰水轉換 這是是不是一個非常難的一個 其實我覺得這除了展現大陸 它平常在這個建築硬體的實力之外 它的一些機械等等施工的團隊 都一定平常一定有一定的水準 才能夠做出這樣有創意的一個 這樣一個作為 我待會大家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這一次 因為在水利方的這樣一個場館 本來要比賽這個冰湖 曾經國際人士覺得說 你可能要用水泥把整個游泳池填滿了 填滿之後才能有一個比較好的平面 但是這個不行 我水利方如果被填滿 不就變成死水利方了嗎 將來不能辦游泳比賽 不就糟蹋了這麼一個很好的場館 所以大陸的團隊 他們就有一個創意 就說OK 我像搭舞台一樣 我先從這個游泳池底下 好像搭鷹架一樣 像搭舞台我們要先搭鷹架 搭了2000多根的這樣一個剛柱的鷹架之後 我這樣一個玉柱的混凝土板 把它鋪在上面 鋪成一個非常平的平面 基本上來說這都是透過一個工程 非常精細的這樣一個測量 才能夠達到這樣的水準 大家以為這樣玩嗎 不是喔 因為如果你要這樣這個平面要結冰的話 你上面還要布滿 密密麻麻的冰水管線 為什麼 因為你透過這個冰水管線 才能讓溫度降低 降低之後你透過層層的灑水 不斷的灑水之後 才能夠營造出這個比賽需要的一個平面 所以基本上這是溫度場地的控制 所以剛剛這個醫生主播 可能有剛剛這個畫面上大家有看到 在這個冰面要維持零下-8.5度 可是在冰面以上一公尺的地方 又要控制在大概10度左右的溫度 所以在場邊 就有這個冷風輸送的系統 那同時不能啊 為什麼 因為太冷了 還有觀眾怎麼辦 所以觀眾席的地方 要維持大概十幾度這樣溫度 所以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水立方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新的場館 所以它基本上 它是一個沒有糧柱的結構 所以它用一個叫做 氣墓式的一個科技 就是說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進過這個大賣場 進去這個 這個什麼 自動門一打開 有一道風這樣吹下來 基本上它就用這樣一個氣流的方式 能夠把溫度 內外溫度做一個隔絕 裡面很冷 外面是室溫 所以在這個 這一次的水立方裡面 也用到類似的科技 它在這個觀眾 跟這個比賽的場地之間 弄一個類似一個氣流的氣墓 所以可以讓場中 要維持比較冷 然後在觀眾席 維持比較溫暖的溫度 這是一個氣墓的一個 這樣一個科技 重點是我要講講就是說 其實各位記得一下 在2008年這個大陸辦奧運的時候 氣流下了非常多 這個很新的一些場合 包括像這次的鳥巢 包括水立方也是一樣 通常這樣的 像水立方這樣一個新的建築 它在設計 在建造的時候 就考慮到所謂的節能 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需求 什麼叫節能 就是我的保冷 或是保熱的這樣一個功能 都比較好 所以我內部 我可以保持一定的溫度 我不需要透過太多空調的能量 我就可以到達我要的溫度 這次告訴我們就是說 其實大陸這幾年不斷的透過 他一些舉辦國際的賽事 不斷的在建築的這些運動場館上面 嘗試新的科技 包括像前幾天 大家如果有看中天新聞 我看到大陸在滑冰 他們做這個雪如意 他是用一個工程的手法 用一個新的建築 大陸透過這樣的方式 不斷的厚持他們自己的 這個營建的技術 同時也讓我們的場館 將來有更多發揮創意的空間 我覺得目前來看 我覺得我們台灣 真的不要很多事情 就是黑大陸 人家好的地方不要學 人家怎麼樣用創意 用建築的手段 能夠讓一個場館 可以多樣化的使用 不要再去蓋很多蚊子館 人家有創意的地方 大家剛剛在螢幕上也看到了 他們在整個比賽的過程當中 他用一個比較嚴格的 防疫的手段 我們是不是我們的指揮中心 也該好好借重人家 這次在東奧時候的一些 防疫的手段 將來不要我們台灣 遇到一些防疫的問題 才措手不及 我們這裡應該好好學 人家做得好的地方 我們就好好學人家 不要老是黑大陸 讓我們下次的視野 所以我們下次接著 我們下次見 是 뭐가很常的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車子館 放在冰箱裡 可以有機器 感谢观看